聚俊夜9號為愛飛到台灣 這個童話般的故事造成全台轟動 而她也在經過10天隔離後 20號凌晨12點一到 就立刻離開酒店 飛奔到老婆大S的家 相隔20幾年後再次相見 真的是一秒都不能再浪費 面對面的新婚生活也正式展開 在這之前 兩人光是靠電話和視訊 就已經重新對彼此的愛火 見面到底會發生什麼 讓大家充滿想像 而是9號聚俊夜不出酒店 要到巴士上進行篩檢時 可以看到她的左手無名指 有一個像是戒指的圈圈 而從聚俊夜之前發的IG中可以發現 1月她的手指還沒有這個圖案 而在2月她出席活動時 可以看到無名指上疑似刺青的戒指圈圈 據了解大S和聚俊夜 是在農曆年前就登記結婚 對比時間可以發現 左手這個永遠拔不下來的婚戒 可能是在當時刺上去的 也代表著她對大S永遠不變的愛 這個深情的舉動完全是比浪漫更浪漫 這也難怪大家會說 根本是偶像劇都演不來的情節啊 未來的情節 我對你會在耳邊進行 那麼多時刺激 有明星期那兩個人 當時刺激 日文明星期之下 也許秀 在雪駿